第三百一十集 冲冲冲 一般老称持重的将领 第五轻柔绝对不会用在这种行动中 本就是闪电战 说不定眼皮一闸 机会就没了 而那些老称持重之辈 哪一个不是谋而后动啊 但真正的机会 你若是谋而后动的话 连屎都持不上热乎的 这是绝对需要冲动的 一般的将领 或者赶不出这三百里路 争取不出时间 但这三个人 却宁可将自己的骑兵跑死 也要抓住这个战绩 第五轻柔 竟然前前后后想的通透 只是一个设想和推测 却算无一策的 定下了吞灭铁云的一条妙计 若是真的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铁云真的可能会 亡于这一意之中 说话间又有无形损飞来 第五轻柔看了一眼 就将情报微笑着递给了韩不楚 韩不楚接过来一看 不由得一拍大腿 相爷神机妙算 果然如此啊 情报上写着 铁云大军在侵吞我五十万大军之后 顺着邪谷往前推进六百里 目前已经在邪谷之外 接近天外楼山脉 第五轻柔和和一笑 关键就在这邪谷两个字 这里的地势 狭窄难行 大军通过必须秩序良好才可以 一旦被咸尾追杀 或者迎头痛击 自己就会拥挤成一团寸步难移 根本不用费多大力气 就能将整个部队的战心击溃 第五轻柔 没少挑了一挑 银森的说道 铁补天 我将五十万大军送进邪谷 让你迎头击溃 你应该觉得很快意吧 不过我第五轻柔的便宜 却不是这么好占的 纵然我故意送去被你杀的军队 也是如此 你迎头击溃我们的部队 那么我们就贤尾追杀 灭掉你这位铁云国主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铁补天正在率仗之中假妹 突然外面一阵喧哗 有人在乎 着火了 着火了 随即就有军师前来禀报 禀皇上 天外楼山脉突然整个的燃起大火 天外楼山脉 燃起大火 铁补天心中一跳 猛的坐直了身子 是 先前只是主风着火 农年四起 但随着风势 整片天外楼九元一风 已经燃成了一片火海 而且这火势 还有向着周边蔓延的趋势 我知道了 铁补天只觉得心中在砰砰乱跳 浑身的血液几乎就冲上了脑门 甚至有些眩晕的感觉 天外楼为何突然燃起大火 毫无疑问 定然是有人放的 但是为什么放火呢 铁补天的身躯 甚至有些微微颤抖起来 楚阳回来了 这把火 定然是金马骑士堂放的 他们追击楚阳 追到这儿 失去了楚阳的踪迹 却又不甘心让楚阳逃回来 于是就放火烧山 要将楚阳烧死在里面 纵然烧不死 也能将楚阳逼出来 没有人能在燃烧的山上待得住的 铁补天猛然站起身 大踏步走出营寨 几乎急不可耐的立声下令 来人 传我将令 末将在 武狂云扑的一下 在第一时间之内捂着屁股跳了出来 上次被打的军棍到现在还隐隐作痛 随时埋伏在陛下身边 免得皇上又冒出什么新的作战计划 连累的自己再吃一顿板子 整顿兵马 立即出发 去那大火烧山之处看看 铁补天当机立断 急促的下念 这 这不行啊 陛下 武狂云顿时就正住了 随即火烧屁股一般的叫起来 陛下 陛下 武狂云紧紧的跟在铁补天的身后 尖尖的撅着屁股 急得一张毛脸大喊淋漓 陛下三思啊 陛下 陛下等等 陛下 此事万万使不得呀 怎么 铁补天恼怒的转过身 逼试着他 走这里已经很勉强了 陛下 邪骨太狭忍 万一敌人来西 三百里外都来不及退军进去 若是去天外楼 那需要再挺进四百里 陛下 万一被敌人抄了后路 那可是要 要劳命的事情 武狂云嘴边已经冒出了白墨 铁补天何尝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 太过冒险 但是他一想到 楚阳已经跋涉万里 身经百战 目前正被挡在四百里外 被人用整个山林的大火焚烧 心中就是一天绞痛 恨不得扎上翅膀就飞过去 那里竟然有大赵的大军 高手肯定不少 自己这边人去少了 直接没戏 他一想到自己若是不去街 楚阳恐怕就会活活的被烧死在里面 一万三千里路的艰苦卓绝的陶盾 化作无用功 铁补天就是心如刀割 似乎在这一刻 任何事情也都比不上楚阳重要 若是这人世间没有了楚阳 那么纵然坐拥四海又有何用 铁补天的心里头开锅一般的难受 江山可以不要 苍生可以不要 我只让你平安回来 不必多言 最近的部队也在一千六百里之外 快马也要两千两页 时间足够的 我们过去看看 接应一下 然后立即回来 绝对不会出什么事情 铁补天大声催促 吴将军立刻行动嘛 接应 接应谁啊 吴匡云愣愣的问道 总之是接应 你敢抗命不成 陛下呀 您就是杀了我的仇 我也不敢呢 吴匡云几乎要哭了 眼泪也是真的掉了出来 一身大汗 陛下身计设计 不可轻易以身犯险啊 你去不去 铁补天怒了 陛下在这里等待 末将带兵前去好了 吴匡云一咬牙 你去 你知道接应什么人吗 铁补天斜着眼看着他 我 吴匡云想说 您告诉我 我不就知道了 却又没敢说 马上传令 陛下 您杀了我吧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铁补天急了 一脚踢出去 来人 传我圣旨 吴匡云抗旨不尊 意图谋反 给我拿下 回京之后 全家超斩 诸美九族 腹中妻妾 一概发辩 冲作 别别别 陛下 陛下 你别打我老婆的主意啊 我 吴匡云顿时吓得浑身毛骨悚然 刚刚还在地上死狗一般盘着不动 此刻 蹬的一下跳起来 连连摇手 一脸着急 他一咬牙一跺脚 我去还不行吗 我去还不行吗 圣旨啊 这可不是玩的 皇帝的话 那就是金口欲言 万一被当了真 自己可就真的哭都哭不出来了 还不客气 铁布天冷着脸 这祸 他老婆果然是他的心头肉 一说抄家 别人都不管 就紧着他老婆了 是 是 武狂云爬几身 飞快地跑了出去 紧接着 号令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既然要去 那就抓紧时间越快越好啊 武一 你就在这里 给你留下二十万大军 要紧的开好门户 守好迎战 武狂云对一个方脸大耳的高个子武将喝道 这个是他的副将 名字叫做武一 两人合作已经十几年 武狂云对他办事极其放心 这个武一虽然骨架大 脑袋也不小 但浑身上下 确实没有二两肉 瘦得就跟鸡子似的 一阵风就能给刮跑了 话音未落 已经被武一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你你你你你你你干 干干干那个 那那那啥子 你你这这这里可可可 可是要要要 要紧得很呢 这个武一原来是个结巴 说了没两句 脸都憋红了 嘴里头也已经开始冒白沫 情急之下 说话用的劲也大 喷了武狂云一脸的唾沫 滚 你给我远点 我有事 武狂云抹着脸骂道 武 武 狂 狂那个云 武一一声大喝 严厉的看着他一根手指 狠狠的指着他的鼻子 别别别别别 别别下一个弱 弱弱弱 是有有有有有了是 是是什么闪失 你你你 他他他担当的气 死结巴 放 放 放那个手 武狂云一把将他的手打在一边 心急火燎之下 又听着他结结巴巴的在这里说个没完 心里头一急 连自己也接不起来 但是不管他怎么说 武一就是不放手 一张脸正着通红 嘴角还不住的哆嗦 一个劲的摇头 看得出来 他想说什么 但是一肚子话 却是越急越结巴 越结巴越急 居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杂帅 兵马已经准备停荡 传领兵来报 另一边 铁补天已经披挂整齐 大喝一声 武狂云 你在做什么 武狂云还没挣脱呢 武一只是抓着他 说啥都不放 怎么挣都挣不脱 武狂云突然扑通一声跪下 武大爷 您就放开我吧 你可怜我如华四月的老婆 就要被冲军了 武一顿时一愣 他下意识的伸手挠头 冲 冲什么 歪着头张着嘴巴 急着一个劲的翻白眼 冲军 武狂云顿时轻松 猛的挣脱了另一只手 一阵旋风一般的卷了出去 一跃上马 两腿一夹 剑马飞出 臭中打骂 冲 冲你老婆的 旁边的传令兵一声大嚎 大帅有令 冲冲冲 冲他老婆的 千军万马一起打吼 冲冲冲啊 冲他老婆的 顿时 斗志高昂 武狂云是满脸是泪啊 后面的武一 气得翻着白眼 歪着脖子 嘴巴一个劲的张合 白沫越貌越多 却是一个字的说不出来 上了岸的赛鱼一般张合了半天嘴 才终于怒骂了一声 冲 冲你们老婆 呸的一声 吐出一口唾沫 但是大军已经去得远了 武一南南怒骂 突然间大声唱起了歌来 武狂云你个王八蛋哦 你个杀千斗的哟 你再学我说话 我就杀了你哟 我一定要打死你哟 俗话说 这脖子会跳舞 结巴会唱歌 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武一唱几歌来 竟然一点都不结巴了 每次说不过武狂云 就唱歌骂他 这次也不例外 大军轰隆隆前行 铁补天快马加鞭冲在前面 但愿来得及吧 楚洋 你一定要请住 我来击你了 一千五百里之外的三个方向 三只正在向着另一个方向 平行行进的大军之中 几乎同时吹响号角 发出了同样的号令 所有骑兵立即集合 目标天外楼山脉 以最快速度 哪怕是累死在路上 也要在一天半之内赶到 一声英诺之下 数万早就准备好的骑兵 铁流一般冲出本阵 而最前方 一杆大骑招展 已经由主帅 率领亲兵力剑一般的射了出去 快快赶上 不断的呼啸声中 催促声中 三道庞大的铁流 在地上卷起了疯狂的烟尘 怒龙一般向着黑沉沉的夜幕 冲了进去 楚洋在那洞穴之中 本就深入地底 突然觉得整片大地 微微的震颤起来 楚洋心中一动 难道有大军前来 顾不得什么别的 立即钻出来 一出来 才发现已经是晚上 一股呛人的味道迎面而来 一出来 几乎就被呛晕过去 放眼看去 只见触目所及 整片整片的山林 都燃起了大火 自己已经是处在一片火海之中 第310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